工作人员加紧赶工 这里不是装潢工地 而是在机场 为了备战4月1号 台博旅游泡泡正式启动 桃园国际机场 特别设置核酸检测站 一年大概出国两三次 但是现在完全是2020年就没了 一定会比较好 但是也是要考虑到各国的状况 不用隔离会比较方便 非常期待 希望能够开放边境 让我们旅游更方便 但不及想要出国 但疫情还没解封 想出国就要经过重重关卡 核酸检测站就设在第二航下 三楼出境大厅的北边通道 民众完成PCR采检后 桃机会将PCR检测样本 送回布桃医院检测 检测完毕后 再将报告送回桃机 前后得花上3.5小时 而且还要确认 整团旅客都是阴性 才能进行报道程序 这又得再花上两小时 所以民众最好要在起飞前 5.5小时就要到桃机 目前台博泡泡的旅客 基本上我们并没有特别规划 但是我们还是会遵守 进入航下之内 必须要量测体温 而且必须要戴口罩 我们现在目前每天 进出加起来 大约是3000个人左右 那旅游泡泡 如果照目前的来讲 在有航班的那一天 大概出境会有220个人 入境大概也是220个人 所以在整体的比重来讲 渴望可以增加 大约8%到10% 而帛琉总统会数人 也确定28号会早一步先访台 并在4月1号 与台北旅游泡泡首发团 一同返回帛琉 欢迎新闻 陈明晏 林嘉倩 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